科委会推动课语结合12年国教计划 而在高雄市长陈其迈更是积极推动课语教学 像是在美农就高达9成以上的居民 都是属于客家族群 这同时还拥有全台湾第一所客家人文实验小学 这里的学校将客家文化融入在所有课程当中 期待让下一代不忘记母语 同时也能以身为客家人而感到骄傲 光阔无垠的蓝天还有绿油油的稻田 美农极东国小的学童不在教室上课 而是在校园旁的农田里 依照采进深达膝盖的妮妮 今天这堂农事体验课 要让大家捡食有害到作的福寿罗 体验务农的辛苦 刚开始在推广这个食农教育的时候 有些小朋友他们是不敢下田的 而站在那个岸边看 有时候一般有二十个小朋友 或有十几个小朋友不敢下田 你们刚刚在农田里做什么 抓福寿罗 因为这样倒米才不会死掉 很好玩 因为可以知道农民的辛苦 也可以让我们更珍惜食物 就是泥巴全身都会弄得脏兮兮的 然后又还要顶着带太阳去工作 所以觉得 觉得把农民的很辛苦 从一开始的果足不前到现在大家都敢下田 就是身为全台第一所客家人文实验小学的努力 我们这一代的成功就是出走 离家离乡又离农 所以我觉得说我们有这个责任 把这个断裂的文化跟语言把它揭缝回来 干净的水质 丰饶的农作物产 宛如明信片般美丽紧致的美农 九成以上的居民都是客家人 然而这里会说客语的小朋友却只有一成 正是感受到母语濒临消失的危机 吉东国小从传统 创意 美学等各个层面 却开创客语教育课程 从此老师上课不再只是使用教材 还得自编教材 当时有一个组合用的材质做的 黑用风鸣奶组合 黑用风鸣奶组合 当时一般的组合也没有用的 没有烟虫 没有烟虫 传统文化中火跟灶 客家人在家里使用的灶是有息息相关的 用平板然后科技网路的方式去搜寻 一般客家的灶又是什么样子 投入的心血大概是以往的两到三倍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看到老师的成长 为了让下一代不忘记母语 高雄市推广客语复苏政策 美农地区正是标杆所在 这里的国中小致力于客语文化教育 创校超过120年历史的美农国小 沉积斐然 原均原味的客家竹鼓社团是美农国小的招牌之一 学生们穿着传统蓝衫 打着客家竹鼓 是对自我文化的认同与欣赏 打竹鼓有一些节奏是让我很好 就是感觉很开心的 服势很漂亮 它象征了那个客家人的那个传统 配合客语结合12年国教计划 美农国小积极营造沉浸式客语学习环境 在推广客语的过程中 还得努力说服家长 小孩多会一种语言 就多具备一项竞争力 比较辛苦的部分就是现在家长的迷思 就是会觉得说 我们小孩子要先学好英文 以后才能有国际竞争力 紫色有purple英文 还有紫色中文 还有雕吹 我们的客家话是用雕吹 雕吹就是茄子 所以我们用雕吹来代表紫色 多语言的学习 对于大脑的刺激 跟学习力是有正相关的 所以家长就会慢慢地接受 推广课语的同时 没忘记家长与国际接轨的英语 多语环境的营造 孩子从生活中自然而然地学习语言 而不再是填鸭式的教育 大风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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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园里 课语老师准备齐全的球类教具 大大小小圆滚滚的球 引起这些孩子极大的兴趣 说课语不止很好玩 还能跟阿公阿妈联络感情 之前会讲客家话吗 没 回家之后呢 老师会教 阿公 阿妈 学客家话好不好玩 好玩 天昌母语学习 尊重各个族群文化 在高雄市 不是过去市 也不是未来市 而是现在进行市 大小小孩 是在高雄市 那里 是在高雄市 里面说